老北京人称老段府 民国总理段祺瑞的住宅,该住宅在北京东城吉兆胡同,所以住宅所在胡同及其附近居民,一些人称之老段府,更多的老北京人所称的老段府,是指段祺瑞总理府,其所在地在现在的张寺中路,即圆铁石子胡同,如今,提起老段府。 不管是哪个老段府,不少人不知道在哪儿,至于张寺中路,还是有地可寻地,张寺中路,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,其原名叫铁石子胡同,宁胡同里有一对铁石子而得名,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胡同,一对铁石子已经给胡同留下元朝的印记,而到了明朝时。 众所周知的《中官爷陆魏红颜诗》剧中,所写的那位红颜,明朝将信则总兵吴三贵的爱妾陈元元,就曾在此胡同内居住过,陈元元元世苏州明记,他天生律志,花容月貌,前期书画样样精通,因此被明朝崇祯皇帝的老丈人田马看中,成了这位国丈的爱妾。 后来,受握重兵的总理大人吴三贵,在田府欧遇陈元元,立刻为之倾倒,面对年轻气盛的吴三贵,又破云离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大军一逼进北京,为保全家平安。 前晚忍痛歌爱,把陈元元送吴三贵为妾,当年的田府就在铁石子胡同内,到了清朝,更多的皇兴国七重要人物,辱住铁石子胡同。 该胡同更多了王公贵族府邸,如何去往王府,佩苏贝勒府,和进宫主府。 1912年,袁世凯当总统后,将总统府和总理府设在这里,1919年,进云鹏人民国总理兼陆军总长时,将总理府设在这里。 1924年,段齐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,将执政府设在这里,也就在段齐瑞执政期间,这座执政府门前发生了三一包裁案。 1926年,冯玉祥曾在这里求情了会选总统曹昆,在日本帝国主义建华期间,这一号楼区,也成了日本华为主吞军总司令部。 据说冯村名字曾在这里办公,老段佛,在解放后归中国人民大学使用。